大家好 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啊 买了这种像 Fyne F501、F502 这样的音响严选组合回家之后 他都会想 陈寗这个 没有安装吗 我必须说呢 安装这种东西呢 必定是要付钱的 可是呢 以这种十几二十万、三十万左右的组合呢 付钱来安装呢 在我看来是不太划算的 你有那个预算呢 还不如拿去买个 Magic Damper 脚垫 买一个 ISOClean 的脚垫 对声音呢 都是很好的提升 那你说那不管装怎么办呢 当然是自己来啦 你去 IKEA 买家具 不就是自己回家装可以省钱吗 同样的道理 音响也是这样 其实呢 音响我必须说 除非是一些很重很重的喇叭或机器 比如说像是那个 Fyne 的 F1-12 那样的喇叭呢 肯定是需要有人帮你 可是呢 以这种 Fyne 的 F502 啦 501 SP 啊 甚至是到 704 啊 这种纸箱装的喇叭 其实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那当然是要有一些技巧啦 有的时候你看人家跟你讲说 装这喇叭多难又多难 但我必须说呢 只要你掌握技巧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 在家里把喇叭装好 哪怕你只是个小女生都没有问题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那也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今天我就实际地 用这一对 F502 30 公斤的喇叭 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这个中间呢 会有一些小撇步 那如果你看了觉得说 好像看不太懂 麻烦倒带重看 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细节都记起来 这样子你收到这对喇叭 然后开始组装的时候 才不会出意外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东西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说你也想要一套这个 Fyne 或者是任何的组合 在这严选上 就是资讯栏下面有严选三层的连结 里面有配好的组合 或者是呢 如果你想要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 有LINE 的连结 告诉我你的预算 你的空间 还有你场听的音乐类型 这三个东西告诉我 那我来帮你配适合你的音响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他 拿到这对喇叭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呢 肯定是正面是朝上的 那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这喇叭会被翻过来 因为货运的关系 那么 请把他翻回来 因为呢 在箱子的底部 太重了我不想翻 但是呢 底部有告诉你 不要从这边开 所以务必看一下上面写什么东西 所有的喇叭呢 他为了方便你开 他通常会在上面 应叫你不要从这边开 或者是干脆直接把如何开的说明书 印在箱子上面 请务必先看说明书 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很熟练的话 其实即便是我 我都还是要看说明书的 所以 麻烦先看清楚 现在这种音响啊 那现在这种音响啊 其实大部分啊 都还是纸箱 除了一些比较 高贵的喇叭 那种百万喇叭 他可能会用木箱来装之外 其实大部分呢 你开他 然后把他拿出来的方法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 首先呢 确定好是可以从这一面开 我刚刚有讲嘛 这个盒子上面会告诉你要从哪一面开 那我们现在确定好 就是从这一面开之后就来打开 记得在拿这美工刀的时候呢 你不要就很开心的把这个刀片 伸得超长的 千万不要这样子 弄短短的就好了 就像这个样子 像这样子 短短的就好了 看得清楚 这样可以 好 像这样短短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才不会在割的时候 去割到里面的东西 后悔莫及 我们就轻轻的把这胶带呢 把他割开 像这样子 差不多这样轻轻的把他割开 这样就可以了 那割开之后呢 我们先把他打开 打开 通常一个比较正常的喇叭 通常他会把配件放在上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像这样 可以看得到吗 就像这个样子 上面会有一些配件 说明书什么的 他就是这个时候先让你拿出来 那像这个Fyre 他这里就有这个 教你怎么拿出来的图片 那这个就不详述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照上面的图片来做给大家看 那这个我们就先放旁边 然后在里面还有说明书 就是这个 换来的说明书 那这个呢 都不是很要紧的东西 比较要紧的呢 是上面的配件 我们把他拿起来 首先呢 是这个 4 个碟盘 这个 那4 个碟盘呢 不同品牌 或者是 Fyre 不同型号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基本上呢 就是一系列的脚钉 那 每个品牌他的脚钉设计是不一样的 所以反正 我们先拿出来 等一下再来安装他 那这个时候呢 都拿出来之后 确定 上面都没有东西之后 再来就是重头戏了 这也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困难的地方 就是把喇叭倒出来 那喇叭倒出来呢 其实不管 不只是喇叭啦 电视也是一样 通常喇叭或电视要倒出来 都不会是 提起来 绝对不会是这样 因为 没有人可以这么做的 即便你是巨石强身 你也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么高的东西 从这么高的箱子里面拿出来 所以绝对都是倒出来的 那倒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小撇步 就是因为我们要把他放倒再立起来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把他翻过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箱子是长方形的吗 这边是比较长的边 这边是比较短的边 看得出来对不对 那请问呢 我们要放倒的时候呢 应该是要 从这边倒 还是 从这边倒呢 答案是 这样倒才对 为什麽呢 因为从这边倒的话 因为这个边比较短的关系 所以 这个地方的立举 倒下来的时候会比较小 因为杠杆原理的关系嘛 那他立举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不会对里面的包材造成破坏 像比如说有一些品牌 他里面不是用泡棉 fine 是用泡棉 但是呢 有一些品牌是用保力笼 那他保力笼是比较脆的嘛 所以有可能 就是照刚刚这个方式 像这样倒过来的时候 因为长边的立举比较大的关系 他倒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保力笼压碎 那压碎的那个瞬间 他忽然间往下坠 然后把那个 保力笼碎掉嘛 然后他往下坠 去碰到地板 我告诉你 绝对后悔莫及 一定会凹下去 那如果是那个钢琴烤漆 就有可能会稍微裂掉 所以呢 千万记得在倒的时候 一定要从长边来倒 比较安全 那倒的时候就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 先这样 把他倒下来 可是呢 倒下来的时候要记得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盖子打开 为什麽 因为你等一下 现在不开的话 你倒下来之后 你会很难开 所以在倒下来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盖子 先这样把他打开 打开之后 就把他慢慢地放倒下来 其实很轻松的 30 公斤的喇叭 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把他放倒下来了 那倒下来之后 再来怎麽办呢 好 先把他 往前推 接着 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手 按着这个地方 一定要按着 不然有可能在你倒过来的时候 他提前迫不及待滑出来 一样后悔莫及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按着他 然后 另一手抓着这个地方 慢慢地把他倒过来 就这样 到这边 就大功告成了 推回来一点 这里呢 就跟你写不要从这边开 这里就写英文了 如果看不懂的话 Google翻译查一下 现在 我们就翻过来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箱子 脱掉 就像这样 这样子 喇叭就成功地打开了 那因为他这个面呢 是 这个是喇叭的背面 所以我们就等下 等下再翻也可以啦 其实 哪边朝前面都可以 因为反正我们都是要先装脚钉的 不过我们还是 我把他转过来给大家看好了 好 这边 就是正面了 那这个呢 是他的网罩 网罩 我们就可以把他拖起来 包括中间的这一层 一起把他拖起来 像这样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放旁边 好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装脚钉 那为什么我要说要先装脚钉呢 因为 喇叭的底部啊 如果你直接落地的话 会刮伤喇叭的底部 那刮伤喇叭的底部 我必须坦白讲 不会怎么样 对声音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呢 如果有一天你要卖二手的时候 会影响价格 有些比较古墨的 他会验喇叭的底部 看你没有刮伤 所以呢 我会建议 就先把脚钉装上 脚钉装上之后呢 再来把他放到地上 那这放到地上很简单 把下面的那个 把那个泡棉抽掉就可以了 那怎么装脚钉呢 重点来了 刚刚的袋子 我们要把他拿出来 每个品牌啊 他都有不同脚钉的安装方式 那Fyne呢 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 Fyne 的装法 不代表所有都会这样装 比如说像 B&W 啊 或 Tannoy 也就不是这样装了 那就像这样把他 装锁进去 就这样装着 可以看得到 那这四个呢 都先把他装好 我会建议 不要四到零头才要装 因为四到零头的时候 你就撑着喇叭 你把他放回来也不是 然后倒过去也不是 所以呢 预先把这些小零件都装好之后 摆在喇叭附近随时可以取用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应该先把他统统装好 这个装很容易的 这就是一个 小圆片而已 我必须说呢 Fyne 的五金都做得不错 所以都很好装 我把他先选好 好 这样子 四个这个小工具呢 都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 拿掉一边的脚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你不是那么熟练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不会那么熟练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找一个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一起来帮你 比如说像你太太 就请他这样子稍微倒 倾向一边 那这个手呢 肯定是抓着嘛 对不对 那抓着之后呢 把其中一边 这样子 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衣服先脱掉一些 像这样子 脱起来 然后露出他的脚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脚钉呢 把他锁上去 通常我会建议呢 第一次脚钉呢 就直接锁到底就好了 你不用 现在就急着在那边说 我还要去 去调整他的高度啊什么的 不用 这种喇叭呢 他要调整高度很容易了 之后再调就好了 先把他锁到底 确保安全 那之后要调整的时候 你再慢慢来 那一样也是两个人 然后就帮你这样扶着 好 这样锁紧 你看 这样就完成一边了嘛 对不对 很容易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把他放到另外一边来 把这两个呢 拿去那边 那我人呢 就过来这边 一样把这个 泡棉呢 把他脱下来 放旁边去 把这衣服拉开 好 那一样 就把他再锁上去 就把他再锁上去 那一样 OK 大功告成了 现在呢 我们脚钉都装好 他也很稳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心的 帮他把 脱掉 就像这样子 这个也拿起来 OK 这样子 就完成啦 那这喇叭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 你就不用再去担心什么了 剩下就是把他挪到定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下面已经装了脚钉了嘛 所以 最好不要用脱的 你看他这样拖来拖去拖来拖去呢 你家的地板呢 就会留下好几条痕迹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呢 你要移动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说 陈寗这种落地喇叭到底要怎么爆呢 之前我有讲过 如果呢 他有反射孔的话 就把手插进反射孔 但是呢 如果 没有的话呢 那么 有几个地方可以抓 第一个呢 是他的底座 手伸到底座下面去 第二个呢 就是他后面的喇叭端子 那通常我会建议你直接抓喇叭端子就好了 因为呢 喇叭端子那个地方是很坚固的 他是四个螺栓直接插到箱体里面 所以呢 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直接这样子 一手抱着上面 一手抓着端子 就可以 举起来了 然后呢 举起来之后呢 到定点之后呢 就可以再把他放下来 像这样子 慢慢地放 像这样子 就很容易 那千万记得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里面 最好是带着护腰 我这里面已经装了护腰在这里面了 这个就可以看到了 他露出来我的腰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抱这个喇叭的时候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三十公斤的东西 所以 你直接把他 就这样子抱起来的话 有时候会伤到腰 那我们都知道 腰呢 就是 男人的活力的全运 所以呢 保护好他是很要紧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做的动作 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这很重要 很多人抱喇叭 会用弯腰的方式提起来 这样子非常伤腰的 不管你年纪多大 都很伤腰 所以呢 蹲下去 一样 两手 这样抓着 然后呢 用大腿的力量 站起来 走到定点之后呢 再蹲下来 这样子 才是安全的方法 玩音响练身体 但是也不要把身体给搞坏了 非常要紧的事情 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今天 就是一个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 我还是蛮喘的 好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陈寗平常看起来那么累 玩音响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这个三十公斤呢 还算好了 后面的Accuphase 就是后节 一台都四十几公斤 每次抬起来 再放得起来 我就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会有 Muscle 就是这样来的 抱这个喇叭 抱那个喇叭 比如说像我弄那个 F1-12 的时候 要调那个脚钉的高度嘛 虽然他有一个八手可以直接转 可是很麻烦 所以呢 有时候我就直接把他请一边 转那脚钉 然后放上去 或者是 我要拉前面一点 拉后面一点 也都是要靠手来动 所以 玩音响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 你看有益生心 你对身体也好 对心灵也好 有什么不好的呢 而且还不会乱跑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应该玩音响 这件好玩的东西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最后记得订阅我 那如果看完这影片之后 你也想一套这种 F502 F501 这种落地喇叭组合 你说陈寗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自己装了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 有严选商城连结 有配好的组合 买回去 你就可以自己装 然后开始享受音乐 如果你不会选的话呢 资讯栏里面也有LINE的连结 传讯息问我就可以了 那最后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你看完这影片 觉得陈寗你太棒了 你这影片真的帮我很多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 有这个频道会员连结 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直接支持我 把影片做得更好 更好的音质 更好的画质 这些都是所有的频道会员 还有超级感谢的支持 才有的成果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